我们说这个故宫啊 其实很多人都去过 不管是来到北京首都 看看我们的故宫博物院 还是到台湾去看看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很多人都去过 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去讲这个故宫呢 我们要从根本上讲起 首先说故宫这个名字 故宫故宫啊 这个主要这个名字的魅力在于故 而不在于宫 我们一说啊 这个故居 一般人的概念就说 是这人已经故去了 已经去世了 所以他过去住的这个房子 作为纪念馆呢 就叫故居 那么皇上的故居是哪呢 就是这故宫 意思差不多 它是皇家的故居 简称故宫 那么故的本意啊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过去说啊 这个故的本意呢 是指过去的事情 原来的事情 旧的事情 比如有个成语叫故故自封 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把这个故故自封的故字 写成固定的故 其实过去的这个故故自封这个词汇呢 这个故就是故宫的故 是指你迈着过去的老的原来的步伐 慢慢行走着 而不是站在那不动啊 那么故人呢 就是救人了 风雨故人来啊 那显然这人没去世嘛 那我们生活中经常应用的词汇中 还有什么呢 还有故事 我原来讲过啊 中国人很注重过去发生的事 这就叫故事 故事指过去的事 那未来没发生的事叫什么呢 想想 那就叫神话 我们说那不对啊 那神话原来就有啊 不对 在创造神话的时候是没有的 最早啊 人类创造了神话 那就是想象中的事情 还没有的事情 我们早在一百多年前啊 当这个清朝政府被推翻的时候 中国呢 开始与国际要接轨 那么清代的宫殿呢 对于新的政权来说 它就象征的就是旧时代 所以呢 在1925年的时候啊 民国政府呢 就设立了故宫博物院 这个故宫 是相对当时中华民国而言的 那当然了 后来我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这个故宫的含义就更加的准确了 当时为什么这个故宫没有叫 这个紫禁城呢 是因为啊 当时紫禁城是皇宫的自成 那么明清两代皇宫啊 都对自己自称为紫禁城 那么民国政府 当时民国革命成功以后 他对清中政府就非常的痛恨啊 他就不想叫 这个紫禁城博物馆 其实叫紫禁城博物馆 应该是最准确的啊 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到这个凡尔赛宫 到法国去 丰丹白鹿宫啊 他都是沿习的旧名 我们 总不能把宫叫成说 旧皇宫博物馆吧 旧宫殿建筑群吧 都不能这么叫 所以我们的文化观相对来说呢 他比较狭隘 我们不愿意直接 把他的原来的名字紫禁城 尽管今天我们好像不是太在乎 一百多年了啊 这个清朝政府倒台了一百多年了 我们今天有时候也说 这是过去的紫禁城 可当时呢 非常的忌讳 非常的忌讳 说紫禁城 所以就叫他故宫 不管你怎么理解 你可能觉得故宫是不是皇上都死了 其实皇上没死 溥仪在里头啊 从清朝被推翻以后 还住了十几年 那么 虽然后来他不是皇帝了啊 他也活到了一九六几年 那么我们依然把 这个紫禁城啊 称之为故宫博物院 我们今天说故宫博物院呢 一般的来说呢 是指两个啊 是指我们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其实啊 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 过去皇上的行宫啊 也可以称之为故宫 比如承德的秘书山庄啊 北京的义和园神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是故宫啊 故宫的 就是过去的皇上的行宫 他简称叫故宫 那我们到底有几个故宫呢 要严格意义上讲 以正宫而论呢 某种意义上讲是撒 因为呢 沈阳还有一个故宫 北京这故宫啊 对于当时的满族人来说啊 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来说呢 有点像这个农二代 就是你在过去在农村啊 自个儿有房子 后来进了城呢 发展的很好 挣了钱了 又在城里买了一套房子 那当然了 今天啊 我们台北还有一个故宫博物院 这有点像上学旅行 或者说出国发展 在国外又买了一套房子 反正这三个故宫啊 沈阳故宫最早 北京故宫其次 再次就是台北故宫 我们有三个故宫 那么这三个故宫是有区别的啊 头两个故宫 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呢 是两个著名的宫殿建筑群 沈阳故宫又称圣经皇宫 他距今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他虽然没有故宫的年头长 他比这个故宫的年头 差不多少了二百年 他始建于呢 后今天命十年 是哪年的清朝啊 进京是1644年 那么他是在这之前二十年 大约在1625年 他就开始兴建于圣经的这个皇宫 清朝入关前呢 他这个皇宫呢 就已经都盖好了 他的就在今天的沈阳 迁都北京以后 沈阳的这个故宫啊 就圣经的皇宫呢 被称为陪都宫殿 留都宫殿啊 什么叫陪都 过去啊 为了国家安全 他的首都呢 往往搁一个副都啊 就是在紧急情况下 可以换一个地儿 依然保全这个朝代 或者说这个国家 那我们现在就就统称为沈阳故宫啊 沈阳故宫也是我国仅存的两大啊 宫殿建筑群之一 他的面积虽然比北京的小很多啊 北京的故宫建筑面积有72万平方米 沈阳那个呢 呃是北京故宫的十二分之一 他只有六万多平方米 六万多平方米也很大了啊 他的古建筑大概有114座 有五百多间房啊 到今天还是保存挺好的 我去过啊 我去过 我去过不止一次 我去过大概 现在想想有四五次 嗯 呃 当然你在北京故宫 如果经常逛逛习惯了 你突然到这个沈阳故宫去 你觉得这故宫个儿太小 可是如果你没有来过北京故宫 你直接去到沈阳故宫 你就觉得宫殿群已经很大了 那么沈阳故宫呢 在1961年的时候 已经被定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啊 那么到了2004年呢 沈阳故宫呢 又作为明清皇宫文化遗产 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那么老有人问啊 就问一个问题 这问题是什么呢 就说这个北京故宫和台北 这两个故宫哪个更好一点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就不够机灵 这个很难比 你很难说哪个更好 我们可以说哪个更有特点 或者说各居什么特点 那么以中国古代建筑群而言 这个不需要说北京故宫博物院呢 它是在明清两代的这个皇宫 这个宫殿中建成的啊 北京故宫博物院啊 它利用的就是明清两代的 这个皇宫的宫殿群 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啊 它是世界上啊 这个面积最大的啊 这个古代建筑群 它有六百年的这个历史了 北京故宫的占地面积呢 比法国的凤尔赛兴呢 俄国的这个克里姆林宫 和英国的白金汉宫的面积来 加起来都大啊 这非常大 还有这个过去说四大这个皇宫啊 包括日本皇宫 加起来没有我们北京故宫的面积大 北京故宫究竟有多大呢 现在有准确的这个计算啊 北京故宫呢 有72.36万平方米 72万平方米 法国的凡尔赛宫呢 大概只有6.7万平方米 那就说跟圣经的 跟沈阳的故宫差不多大 白金汉宫呢 大一些有18万平方米 那这个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呢 有27万平方米 那故宫呢 那显然比他们都大得多得多 故宫的基本格局 600年来啊 没有变化 当年盖就这么大 四个角楼的位置都没有移动过 那个护城河啊 依然是当年挖的 所以故宫当年的气魄啊 可以想象啊 永乐皇帝啊 朱棣的这个气魄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我们今天要下决心盖这么大一个建筑群啊 那都要请国家之力 而且现在你要盖这么大的建筑群的那个困难 也是困难重重 你可想而知 600年前啊 当时的规划 如果做这么大一片 得有多大的气魄 护城河挖出来的这个土 就堆了今天的景山啊 景山当年就叫万岁山啊 万岁山啊 过去书上啊 也史上竟说叫眉山 为什么叫眉山呢 就是因为故宫当时兴建的时候呢 大量的人力物力都在故宫里要劳作很多年 你得有能源呀 你得有煤做饭呢 你冬天得取暖呢 所以那煤就堆在就是今天的景山那个位置 所以老百姓俗称那个地叫眉山 但是啊 当时的明朝呢 就叫万岁山 清代以后呢 明朝都亡了呀 所以清代就叫他景山 因为他毕竟是一景 我们到故宫啊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到故宫 北京人也有人终身没进过故宫的 因为故宫去参观总是一个重大的事嘛 到故宫去呢 一定要想办法去登一下景山 尽管今天景山公园跟故宫呢 不是一个单位 就换句话说你得买两次票啊 但是一般人都会从南侧进故宫 从北侧出来 你从北侧出来就整对着景山嘛 那么你稍微绕一点路再买张票进去呢 如果腿脚利索啊 那你就登登景山 你从景山啊 居高临下的往下一看的时候 你才知道我们的故宫这个群落啊 有多么壮观 我有多少次登景山的经历 不知道了啊 前两年我还登景山呢 因为在所有登山运动中啊 景山是最低的山 你如果觉得我景山都上不去 那你就别提登山这事 那么你站在景山往下看的时候 你最容易看到的是故宫所有建筑的顶 金碧辉煌 你到故宫去啊 看什么 要看建筑群 不是你要看那些拔着玻璃窗房 你看 又皇上怎么睡在这看 然后这个妃子用在这东西 又真漂亮啊 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看他的建筑群 故宫博物院的建筑群中呢 它是有等级的 等级森严 最重要的建筑啊 太和殿 它的专业术语叫重严五殿顶 重严啊 就双重严 两个屋檐 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就一屋檐就够了 干嘛弄俩屋檐 哎 两个屋檐 就庄重很多 我们历史上还有这个三重年的啊 所谓五殿顶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的建筑中的最高等级 你看太和殿就明白了 它是由四个方向啊 直接一个弧度 向这个最高点啊 最高点那个房脊上 笼合 如果啊 如果你到那儿愿意对建筑有所了解的话 你就先看顶啊 这个顶有我刚才说的五殿顶最高等级 其次玄山 歇山硬山 一路就下来了 那么你 如果啊 如果你进去故宫博物院 你不关心建筑 那我觉得就太可惜了 因为故宫博物院最值得你一看的 就是他六百年前盖的这建筑 尽管很多建筑不是当初最初的那个建筑啊 比如遭这个天火啊 烧掉 我们三大殿都曾经烧烧掉过 都重新翻盖过 但是整体的气势都还在 我们两个故宫博物院啊 这个的客流量 我们今天都说客流量 就是访客量呢 都达到了世界级大博物馆的一个级别啊 你比如 呃 法国的卢浮宫啊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啊 像俄罗斯的艾米塔 大都会是后来盖的 那么像我们讲凡尔赛宫啊 这个丰丹白陆宫啊等等 这些呢都是他历史上的古代建筑 换句话说他本身就是个文物 那台北故宫就不一样 台北故宫跟北京故宫呢 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因为台北的故宫是生盖出来的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 就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 后来才盖的 等他那口气倒上来的时候呢 他才想起盖这样一个故宫博物馆 所以到台北故宫去看的时候 毫无疑问 你就是奔着文物去的 那建筑啊 虽然有一丁点特点 但是不值得你去专门去看 那北京故宫就不一样 北京故宫你要来 你就专门就可以看建筑 那建筑就不够你看的 我们过去啊 中国人做的这个博物馆呢 比较关注的是自我的文化 那么这些年呢 由于改革开放 由于视野比较宽阔了啊 这个北京故宫 包括台北故宫都开始搞一些 其他国家文明的博物馆 你比如我们有来自于欧洲的啊 来自于中东阿富汗的啊 等等 印度等等 这些国家的文化 都可能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展览 这样的展览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 大部分人是看一个好奇 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都有相当的难度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过去博物馆的教育呢 比较弱化 大部分人去博物馆是看一热闹 早年我去博物馆看人家参观 我特别注意旁边人对这个东西的反应 很多观众走到跟前了 直接反应就这东西值多少钱 要不然就说哎呀 这东西怎么使这么多金子等等 他都是从物质角度去判定这个博物馆 他不会从精神角度呢 去想啊 古人为什么把东西做成这样 这个东西在精神上对我们有怎样一个启示 他不太关心这个 关心的老是物质上的东西 老说哎呀 皇上他们家怎么这么多好东西啊 这是大部分人初次进博物馆的一个感受 那这些年呢 由于我们对文化开始尊重啊 我们对文化呢 开始学习 开始传播啊 我们现在已经把自己的文化当做一个啊 必修课啊 过去我们的文化不是必修课 我年轻的时候这文化都是拿来批判用的啊 今天呢 开始去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所以今天去博物馆的人就越来越多 比如我自己又就是感受啊 我们官府博物馆 不管是北京馆还是上海馆 每年的人啊 参观的人数都在增加 而且以30%以上的量在增加 这是过去看不到的 我曾经 你想我做博物馆都二十多年了 早期出博物馆每年的人数差距并不是太大 但这些年就不停的在增加 年轻人变得非常多 而且很多年轻人直接就对文物产生极大的兴趣 这在过去是看不到的 那么故宫博物馆由于他成立的比较早啊 故宫博物馆再有个七八年 他就整一百年了啊 那么故宫博物馆呢 如果用我们一个中国的成语来描述他呢 他有点命运多舛 因为他成立于呢 民国初年啊 那时候民国才十几年啊 故宫博物馆就成立 成立以后呢 整个在民国时期 这个中国的社会比较动荡 除了军阀 混战 再有就是整个的日本侵华战争 时间比较长 所以为了躲避战火 故宫博物院呢 就经过啊 那当时都是顶级学者的 这个筛选 就成立了故宫南迁的一个委员会 当时这些专家全部都是一等一的专家啊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学者 都是明白人 所以去挑 当时故宫南迁的时候呢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过去 这个抗日战争是从卢姑桥事变 1977年7月7号 从这个时间算起的 现在呢 我们把它推到1931年的918 你知道1931年到1937年中间还有六年呢 整个日本侵华战争的那个态势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在这期间 这个很多人就单一 尤其学者们担忧说我们的故宫博物院千万不能毁于战火 那怎么办呢 就要把好东西挑出来 把它想办法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都是这样认知的 觉得南方比北方安全 因为南方它就进入了中国的府地 那么为了把这些东西都牵走呢 就做了很多标准箱啊 大部分是标准箱 还做了一些超标准的箱 因为你用一个标准箱有的文物装进去 经过严格的拣选啊 时间长达数年 时间很长啊 并不是说一拍脑门子几天就把这事干了 不是 用了好多年的时间 把这个东西挑出来 这批东西非常好啊 我们今天啊 很多东西可以在台北故宫能看到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 在这个国际上地位也非常高 那么我们从如果从数量上讲呢 不用管 北京故宫的数量呢 这个比台北故宫的 这个 藏品的数量要大很多 但是文物啊 是这样 文物它的判定啊 它绝对不能以数量而论啊 但是你说用质量来论呢 质量有时候不能比 你比如你拿清冬器跟玉器比 玉器跟书画比 书画跟陶瓷比 这都没法比 所以我们既不能拿数量去比 也不能拿质量去比啊 那么北京故宫啊 有什么优于这个台北故宫的呢 它有几项啊 第一项呢 是家具 故宫文物南迁的时候 这个家具呢 就没法运太重 另外一个呢 在老的学者眼中呢 家具是个使用的东西 所以它在文物的价值呢 感觉不是很高 所以在文物南迁的时候 没有动家具 第二呢 是服装 清代的服装 台北故宫那边 包括清代的帝王的画像 由于当时民国政府啊 对清朝啊 痛恨 所以对这个帝王的画像 和帝王的这个服装呢 一点都不感兴趣 这些东西都没拿 所以呢 今天台北故宫里 并没有这些东西 那么文物南迁是有路线的 它的文物南迁的辗转路线呢 是来回来去 拉锯的 它从北京先到了上海 南京 又到了重庆 后来又再回到南京 之后去了台中 台北 那耗时多少年呢 耗时15年 形成数万公里 它造成了人类文物 迁徙史上的一个壮举 什么叫壮举呢 无一丢失 无一损坏 这个不可想象啊 这是几万箱文物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啊 没有丢失和损坏 因为从1931年 918事件以后呢 尤其到了33年啊 就是中日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恶化 那么故宫博物院的文物 走铁路呢 经北京去南京 到上海 加上这个古物陈列所 等等文物呢 总共是有多少箭呢 有精确数字啊 是19557箱 不是箭 是箱 那么在这个故宫文物的 这个辗转期间呢 当时故宫呢 还特有意思 还就一不拉空 还举办了 这个故宫文物的 首次海外展 就这批文物 曾经被遇到上海以后呢 就欧洲的就有一些学者 和藏家就提出倡议 说能不能 这个由当时的啊 这个驻英大使馆呢 提出邀请 文物到英国去做一个展览 据说当时这个展览 想成型的时候呢 大家说谁来保险呢 保险公司都不保 说您这东西 我们保不起啊 超出本公司的能力了 就不愿意承担 就万一出了差错 那我们这保险公司就倒闭了 那么英国方面呢 就说呢 得了 说我们为了安全啊 我们用军舰护送 所以英国海军的巡洋舰呢 叫萨夫克号呢 就从香港到了上海 由这个展览委员会呢 召集人呢 开始 就是筹集这件事 从上海开运嘛 那么当时的英国国王 乔治武士和民国政府的 这个主席呢 这个叫林森 就担任了这个 展览的召集人 那么文物挑了多少件呢 挑了一千多件 你知道一千多件文物啊 你现在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你说一千多件文物 有多少件啊 那看着你拿什么东西 看你怎么去寄件 文物你如果都是小件啊 你说我拿一千多件 都是钱币啊 编壶什么 那就没多少 拎着俩包就走了 你说我拿的这东西都是青铜器啊 都是这个大瓷器 那你甭一千多件 一百多件都够你折腾 所以当时这一千多件呢 大大小小的 已经是非常大的规模的一个展览了 文物达到一千件 一定是个大型展览啊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有二三百件文物 就是个中小型展览啊 三五百件文物 就是中型展览啊 那么在什么时候呢 在1935年的这批东西 就顺利的抵达了英国 展览了多长时间呢 展览了三个月 非常成功 你想想啊 那时候战火纷飞 国家动荡 这些学者啊 组织这个队伍 一方面让文物难迁 一方面还筹办一个展览 可见当时的人 对这个文物的这种情感 1937年的时候 卢姑桥事变爆发以后呢 日本就开始往上海逼近嘛 那当时呢 富英展触的这个文物啊 巴士乡呢 就经过了湖北的汉口 武汉长沙呢 就被这个疏散到什么地方呢 疏散到贵州贵阳 我前两天刚从贵阳回来啊 贵阳是过去对贵阳的描述是 天无三日情 地无三里平 那全是山 所以藏在了贵阳 那又过两年到了三九年呢 就是就搁在了这个贵阳的郊外 一个叫安顺洞窟的地方 你想想 贵阳就本来够偏了啊 然后又把它搁到的贵阳的郊区 所以就在那一待 待了很久 那么又过了几年 到了1944年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呢 就送到了这个四川的一个偏僻的一个乡下 这个乡下叫巴县 巴山除水嘛 去避难 然后另外一批东西啊 这文物分了好几批 另外有一批呢 就在三七年的时候 有九千三百三十一乡呢 就走水路 你说文物走水路是迫不得已 文物走水路一旦发生这个传难啊 那这东西就彻底毁了 就淹了 所以在当时啊 你想这个这个时间节点 就是一三七年啊 在长江啊 逆流而上走水路啊 就曾经有一段呢 就安置在重庆 又过两年到三九年 又再走水路 把它运到了乐山 四川的乐山 那么走陆路 因为水路有一个好处 你别看它危险大 但水路能多装啊 你知道船的运载能力 比车的运载能力要大得多得多 今天一个集装箱巨轮 这个拉的那个东西 你拿火车拉对的 拉多少火车 你要拿汽车拉的 那基本把汽车都累死了 那么走陆路的有多少箱呢 有七千二百八十箱 这个东西 它从南京呢 又开始 往北运 运到徐州 然后又到达了陕西的宝基 你看这通折腾 你要画出图来 基本上就支成了一张网 但没搁多少呢 陕西呢 又搁不住了 又走了陆路 又回到了四川的峨眉 所以到四五年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 疏散在这个 四川八县乐山峨眉的文物呢 都一度聚集到重庆 然后走水路顺长江 这个而下 四七年呢 就回到了南京 这一通折腾啊 中华文物真是这个坚强 在这样一个战乱的环境中 这么长途的旱路水路的一通运输 我们不出问题 没有丢失 没有损坏 那么后来呢 有两千八百多箱呢 就被留在了南京的仓库 到今天这批东西还在南京仓库里 没有动 没有开箱 据说前些年呢 经过国家的批准 开了几箱 看了看 又给封上了 不能动 这批东西如果今天打开 我觉得弄个十个八个博物馆 绰绰有余 那么我们当时 那时候就特盼着它 这些文物从三几年啊 三三年出宫 一直到四九年 只有十六年 如果能顺利的回来的话呢 回到我们的紫禁城呢 那就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但是呢 我们都很清楚这段历史 一切地步 这就能够 批准备